听闻闲响,蓝丝锥寻声望去,金灵站在不远处的高坡上,已将第二只羽箭搭上弓,拉满了弦,放手又是穿炉灌脑的一箭,力度强劲,竟让石魂天女亮呛着倒退了几步。 蓝丝锥喊道,金公子,放出你身上的信号,我们对付不了的,先求援。 金灵充耳不闻,一心要拿下这只怪物,他沉着脸,这次一把搭上了三只箭,被当头射了两箭,石魂天女也不着脑,依旧笑容满面,朝金灵袭去。 蓝丝锥咬牙,怎么就不听劝呢?他们的信号才发出不久,父亲赶来还要时间,但是金灵现在的处境十分危险,他要怎么办? 如何才能在护住自己的前提下,帮助金灵?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,父亲就耳提面命教育他,不管在什么环境下,首先要保全自己,只有保全了自己,才有机会思考其他。 他也一直是这么遵守的。 现在,他要怎么办? 他不能见死不救,但他根本不是天女石像的对手。 要是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或者消灭,他就好了。 嗯,有了。 蓝丝锥眼前一亮,他想起了不久前,为前辈送给他的那些小玩意。 嗯,就是小玩意,反正为前辈是这样说的。 他现在就来试试他们的威力如何,蓝丝锥在储物袋中一阵摸索,待摸到了几张符路。 想也没想,一股气地往石魂天女身上丢。 轰轰轰,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响起,石魂天女被炸了个灰头土脸。 然而,石魂天女也不是吃素的,他潜意识中察觉到危险,显之又显地躲过了士雷福的攻击。 蓝丝锥遗憾没能打中,看来他得多练习才行。 这么好用且威力巨大的士雷福,真是白白糟蹋了。 早知道这几张符路威力如此巨大,他就不随意投掷了。 哎,毁之晚矣,无端地有些心疼怎么办? 蓝丝锥的思绪有点飘远,他赶紧刹车。 现在可不是出神的时候,他得拖延时间等父亲赶来。 至于士雷福,为前辈那么喜欢他,应该还会给他的吧? 蓝丝锥微红着脸,不怎么肯定地想。 石魂天女虽然躲过了士雷福的攻击,但也因此使得他心下躁动。 都是这些蝼蚁,居然将他搞得如此狼狈。 不可原谅,不完了,抓紧时间解决,万一引来了哪位大能,他可就完了。 石魂天女锁定目标,边走边舞,速度极快地往精灵而去,瞬息便拉近了一半的距离。 一旁闪出来几名修士,与他缠斗,绊住他的脚步。 精灵渐渐重的,步步不停,看来是铁了心地打算先把羽剑射光,再和石魂天女近身搏杀。 手倒是挺稳,射得也准,只可惜所有的仙门法器对他都是没用的。 场中和石魂天女混斗的一群修士,已有三四个被吸走了魂魄,精灵拔出佩剑,距离石魂天女已不到两丈,心脏砰砰狂跳,脑中热血上涌,若我这一剑消不下他的头颅,便要死在这里了,死就死。 看到此,魏无羡无声地叹息道,精灵这孩子是傻的吗?怎么就不听劝呢?若是他家孩子,回家得狠狠地走。 蓝忘机听着魏无羡的抱怨,也不表达看法,只是默默地陪着他。 因为他知道魏英有他自己的想法,他心中自有意感称,该如何他其实都明白。 尤其是此次归来,魏英身上的枷锁,没有了。 以前的魏英是江氏的大师兄,是江丰年的大弟子,是江婉淫的得力助手。 现在的魏英才是真正的魏英,望线两人早在蓝丝追劝精灵放信号弹的时候就到了,毕竟现在他可是灵体。 在这大泛山范围内,他魏无羡想到哪里,不过是一瞬间的事。 魏无羡要不是带着蓝忘机,他能在一息间到达。 话说他现在可真是牛逼了。 其实,现在这样也没什么不好,比起身前,他强了可不是一点半点。 精灵比不上阿苑能应对自如,果然还是蓝湛比较厉害吧。 江婉淫的教育,他可真是静械不眠。 魏无羡心中乱七八糟地想着,其实不过是一瞬间的事。 魏无羡早在精灵拔出配件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准备。 看来还是得他仪灵老祖出场啊。 他自恋地想着。 魏无羡犹如闲庭信步,悠闲又慵懒。 跨出不过寥寥几步,人已经到了石魂天女面前。 他平静地看着石魂天女,悠悠地开口吩咐,还不将人放下。 这人是疯了吧? 这是不要命了? 一定是疯了。 他还敢命令那尊煞神。 他以为他是谁,以为邪碎是能随便收服的吗? 就是,就是。 当初怡灵老祖也不敢去收服这样的煞神吧。 也许是觉得自己长得俊俏,这煞神会给他几分颜面。 这是来搞笑的吧。 闲言碎语,无端揣测,一句接着一句。 他们不认识魏无限,但是,这并不影响他们随口乱喷。 他们说得越来越起劲。 看他的目光越来越无所顾忌,过躁。 魏无限已经忍无可忍。 那就无须再忍。 他带着灵魂之力的两个字,顿时令在场的众人都闭了嘴。 魏无限心中不免怅然,但是想了想又觉得是理所当然。 这都多少年了,这些人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呢? 也不知是失落还是怎么的。 总之,这一切都令魏无限觉得无比的厌恶。 自他苏醒以来,除了蓝忘机与齐黄一脉能令他提起精神外, 其他的,他都兴致缺缺,如今更是觉得无端地让人厌恶。 这个世道,还真是让人,啊不,让灵不忍直视呢。 蓝忘机一直注视着魏无限,他每一个细微的面部表情,他都看在眼里。 魏英,这是失望了吗? 这样的世道,我该如何逆转? 我该如何努力,才能给你个朗朗乾坤? 魏英,魏无限的震慑不是盖的,除了蓝忘机与各家小辈外,其余人都有点恍惚。 众人许久才从震慑中清醒过来,醒过神来的众人满脸骇然。 这,这人也太强大了吧。 比起当初的温若寒,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这修真戒,什么时候出了这样一号人物了? 有幸参加过摄日之争或不夜天逝诗大会而存活下来的人,没有出现在这大范山。 当然,韩光君与江宗主除外。 这也就意味着,暂时没人能认出他来。 若是那些人有幸在场,一定会认出。 这个青年,正是怡灵老祖本祖。 识魂天女比他们回神得早,他十分识时悟地放开了精灵。 精灵意接触到地面,整个人都亮枪了好几步。 他有些傻眼地看着魏无限,莫名地觉得这人十分地眼熟。 但他肯定自己没见过这个人,不然如此风神俊朗的人,他不可能会忘记。 精灵当然没见过怡灵老祖,更没见过魏无限。 他之所以会觉得眼熟,是因为他的小叔叔金光瑶。 他的小叔叔存着一张画像,那画像正是怡灵老祖魏无限,当时精灵只是匆匆一瞥。 所以他只觉得眼熟,再要细想,却是什么也想不起来了。 魏无限颇有些嫌弃地撇了眼那尊破石像,可真够难看的。 他急需洗眼,魏无限看向蓝望鸡,嗯,顺眼了。 果然还是韩光君的盛世美颜来得扬眼。 魏无限对明显带着讨好的识魂天女视而不见。 他冷冷道,是你自己吐出来,还是我给打出来。 其余人等,都呆呆地看着识魂天女与这位高深莫测的骏狼青年。 这人也特么地嚣张了吧。 吐出来?打出来? 那青年在说什么? 识魂天女内心是十分抗拒的,但若是不吐,他敢肯定眼前这个强大的存在,定会让他神魂俱灭。 若是吐出来,或许还有一线生计。 识魂天女想明白了,也就不纠结了。 他是个实实物的。 他乖乖地张嘴,吐出了一颗泛着乳白色光韵的珠子。 魏无限偷偷地别嘴,更加嫌弃了。 这么恶心的玩意,他才不要碰呢? 嗯,蓝湛也不能碰。 那就,只能让小辈们待劳了。 嗯,小阿院还是别了,自家地玩自家疼。 那就,小景仪吧,小景仪可别太感谢他哟。 看他,多么稀罕他,有事先想到他。 嗯,没毛病。 魏无限随手一挥,珠子便向蓝景仪飞去。 他道,小景仪,珠子交给你了。 解救他们的任务也交给你们这些小辈了。 蓝景仪下意识地接住,然后小心翼翼地将珠子放置在锁铃囊内。 蓝景仪觉得这是他们的分内之事,当然义不容辞。 他道,为前辈放心,交给我们吧。 魏无限都感动了,心中暗自唾弃自己, 看你以后还好意思指使人家小孩不。 当然魏无限感动归感动,有事了还是一样指使你。 谁让他现在没趁手的下属呢? 先使唤小辈再说。 不过话又说回来,要不是蓝家人,他还不放心呢。 等墨玄宇历练出来就好了,他想。 阿玲,一道带着急切的声音响起。 虚迷,一道紫色身影出现在金灵面前。 金灵方才险些被吸走魂魄, 陷下人已无恙,好好站在地上, 现在听到自家舅舅的声音。 忙道,舅舅。 见金灵无视,将婉淫心头大石落下。 随即怒斥道,你身上没带信号吗? 遇上这种东西都不知道放。 逞什么墙,给我滚过来。 金灵没抓到石魂天女, 引怒,不是你让我非拿下他不可的吗? 拿不下,别会去见你。 江城真想一掌,把这臭小子扇回他娘肚子里去, 可这话又的确是他说的, 总不能打自己的脸, 只好转看向满目震惊的修士们。 他讥讽道,到底是什么东西? 把你们杀得这么体面? 众修士,不知当不当讲, 其实他们真的, 不知道那玩意是什么东西啊。 江碗银皱眉,怎么,话都不会说了。 一位将是门声颤巍巍地道, 宗主,就是那尊石像, 我等不是他对手。 江碗银看向石魂天女, 讥讽地道,废物。 这句废物,也不知在说谁, 反正各有各的思量, 有没有对号入座, 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。 金灵此时思绪回笼, 又有自家舅舅在身边。 他放心地抬眼去瞅石魂天女, 这一瞅才发现, 刚刚那个人呢, 怎地不见了。 金灵嘟囔道, 人呢? 江碗银听得不是很真切, 但他确实听到自家外甥说话了。 他道, 阿玲, 你在说什么? 金灵疑惑地四周看看, 他道, 我在找人。 江碗银道, 找人? 你找谁? 金灵闷闷地道, 刚刚救了我的人。 江碗银猝眉道, 那人呢? 金灵道抱怨道, 不见了, 我才在找吗? 舅舅, 都是因为你, 我都还没感谢人家呢。 江碗银不以为意道, 不见就不见了, 下次遇见再感谢也一样。 金灵无奈, 也只能如此了。 不过, 那人怎么就放任石魂天女在这? 他就不怕石魂天女发狂, 吸了重修士的魂。 蓝丝锥以及蓝氏众人眼睁睁地看着瞬间消失在原地的两人, 沉默不语。 蓝锦衣心想, 韩光君这是有多不待见江宗主。 蓝丝锥心想, 父亲这是根位前辈, 跑了。 蓝氏门声, 我们什么都没想, 我们还在震惊中。 韩光君他们的速度也太快了吧, 眨眼就不见了。 蓝丝锥直觉, 他应该快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, 锦衣手上的珠子也需妥善处理。 他道, 江宗主, 我等先离开了。 江宛淫奇怪地瞥了他一眼, 蓝氏这是不争了。 转念一想又误了, 他们没有韩光君掠阵, 想来是不敢在他面前起什么心思了。 自以为了解的他, 随意地挥了挥手, 道, 你们随意。 蓝丝追并蓝锦衣, 以及一众蓝氏子弟, 躬身而退。 蓝氏一走, 一些小家族, 还有伞修们也跟着离开了。 等无关人员都走得差不多了, 江宛淫才察觉到不对劲。 这时魂天女太安静了, 安静到没有一丝动静。 显然, 这是不正常的。 江宛淫的紫电心随意动, 一边抽打在石魂天女的石像上。 一击, 仅仅是一击, 石魂天女便被击得粉碎。 金灵瞪大了眼睛, 他们与舅舅的差距那么大的吗? 金灵不确定地道, 舅舅, 你近期功力, 长了。 江宛淫没好气地道, 我长没长你清楚。 金灵老实地道, 也是, 舅舅你已经几年没动静了。 江宛淫怒道, 阿灵, 你看我会不会打断你的腿。 金灵一蹦三尺远, 回头冲江宛淫做了个鬼脸, 直接跑了。 江宛淫死死压抑着, 就要崩腾而出的愤怒, 赤道, 还不快跟上阿灵。 江市门声不敢啃声, 赶紧麻溜地追金灵而去。 江宛淫神色阴晴不定, 大饭山这一趟走下来, 却是什么收获都没有, 还白白损失了四百张赴仙王, 这可真是讽刺。 魏无羡看着紧跟在他身后的蓝忘机, 嘴角不自觉地翘起。 他问道, 蓝湛, 你怎么也走了? 蓝忘机答非所问。 他道, 魏英不是解决了? 魏无羡挑眉, 韩光君果然不愧是韩光君。 厉害! 蓝湛, 你是怎么知道的? 蓝忘机道心道, 我时刻关注着你, 这话我能说吗? 不能。 他道, 石魂天女已失智。 魏无羡翘翘起大拇指, 赞道, 蓝湛你的眼睛可真毒, 只不知他们, 什么时候能发现。 蓝忘机道, 江婉淫。 魏无羡道, 也对。 有他在, 估摸着应该已经发现了。 不过蓝湛, 你不问问我吗? 蓝忘机坦然道, 问什么? 魏无羡想了想, 道, 问我为什么躲开。 蓝忘机道想也不想, 回道, 不问。 你想说我便听, 不想说便没人能逼你。 魏无羡道, 蓝湛啊蓝湛, 你可真是, 太对我胃口了。 蓝忘机心道, 所以呢, 你对我, 可有意。 魏无羡道, 走吧, 我们回客栈等。 蓝忘机汗手, 好。